才看到成都高兴区的房子 感觉300万左右 买不到特别适合的 所以今天再具体来看一下 成都东边 景江区的 这一看就发现在景江区 更难买到适合的 在景江区现在售的一共有4个项目 塔子山一个 川市两个 山盛江一个 有意识的现象是 他们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最近P市开出来的最低总价 都要在450万以上 最高的总价都已经上千万了 大面积高总价带来的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动辄400万以上总价的房源 大大抬高了组成的准入门槛 大量两三百万左右的购买力 不得不承受被挤压的命运 尽管目前属于买房市场 但在趋高的房价和高端产品 供应景盆的市场下 购房者的选择面 实在被压住的很小 买房整体处于很憋屈的状态 无论是刚需型还是改善型都很难 对于刚需来说 只要富豪刚需资格 在当前成都的政策条件下 其自助买房需求 是被政策优先保障的 加之当前成都楼市 严格执行的新房限价政策 是为靠前的刚需购房者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买房成本 在当前的成都新房市场 普通购房者几乎没有机会买到 性价比较高或者总价门槛较低的项目 普通购房者买房 要么购买新房非热门项目 要么就只有选择二手房 在从都新房市场 大户型高总价的改善型产品 逐渐成为主流的行情下 刚改或好改职业群体 面临的处境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刚改群体 当前想在从都买房之夜 难度可以说非常大 所以刚改拿走两三百万左右的预算 想买新房 如果要守住组成区的阵地 在午侯 金流 城华区 还有部分项目可选 但就买不进核心地段了 区域生活氛围在现阶段 甚至可能还不如二圈城 近郊区的某些板块 刚改群体 拿走两三百万左右的预算 如果想买进高新 天赋新区 青阳 景江这些区域 基本上就只有开二手房了 比起刚需 改善型购房者的心态 似乎更为胶着 这部分人群 他们处于旧房难以出手 又不敢在新房供应潮中 轻易下手的尴尬局面 与此同时 改善人群需要兼顾多个需求 比如孩子上学 三房或者是房 三圈 二胎等 改善群体向外走 一般来说无非两条出路 一是寻找新的价值瓦底 匹配更低的总价需求 二是看准城市未来规划 扩大职业区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许静 咱们下期再见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